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礼拜五晚上美国的经济数据 不如市场运期 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走势 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 市场解读 对于整个的数据 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 虽然是往下杀 但是我认为应该很快 就要开始往上做反攻了 9月份应该是 确定底部的一个月 10月就要开始往上 慢慢的一个墊高 11月美国巡运完之后 应该会是一个 震荡完之后的一个大涨开始 所以我对行情其实还是很乐观 那其实我在假日的时候 我像很多朋友在问我说 那礼拜一是不是会死翘翘 礼拜一是不是会大跌 我说指数或许会大跌一阵子 但很快它就会开始回复 个别股票还是有 它的一个强劲的一个 基本面支撑的话还是会上去 又或者是你个别股票的筹码非常强 它也会上去 那我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在假日的时候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短片 来 这个叫什么 大家看这张图 两个人在卖鸡蛋 这个主力他卖140 散户要卖150 卖不到 结果一看 有人买了一盒 有人买了一盒走之后 他一看你卖140 你卖140 散户一看 那我卖比你更低就好了 他就卖100 结果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他卖100之后 主力就把他100的蛋买走了 买完之后 主力立刻把价格改成350 其实这个就是很显 就是在反映现在的一个市场 大家都知道股票基本原则就是买低卖高 那谁可以左右现在的股价 其实我必须老实讲 今年的一个行情基本上是筹码为王 筹码为王 然后基本面后来补上 有补上的走更远 没补上的 就看筹码大时候走到哪里 走到哪里 我举例来讲啊 像你看今天 今天其实盘也是弱嘛 对吧 相对来讲弱 是下跌 但很多股票能够在往上公开的原因是什么 他有基本面支持的话相对比较强 我们上礼拜我在讲的材料 在讲的带领 今天也没什么下跌啊 材料小跌一下 带领 今天还翻红 还往上大涨 这个就是我在讲基本面的东西 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华通 华通其实基本上今天也是 开盘就往上走了嘛 没多久就往上走了嘛 好那我想 还是有些股票还没有进行转强 那只是筹码跟资金在做轮动而已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现在所卖出的低价的股票 未来一定会被人家拉高之后 你再去追高 不要做这种事情 来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丰老师的一个LINE AT 小要数FSB618的一个网站 这个官方的一个账号 那9月份我们会送大家 这个投信9月有机会 作帐的一个个股 欢迎大家永远索取 那当然加入之后 你可以看到盘前锋老师 所谓的一个 针对盘式的看法 还有相对于个股的一个 走势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都会有 对你在操作上面 会有些帮助 那我想老美经济数据是修正 所以全球股市 是做一个大修正 那我一直跟大家讲 老美的数字 本来就是造假嘛 我明白这样讲 我认为它就是造假嘛 那美国的飞龙就位数字 预计要有16万 结果只有来14万多 16万多只有差 差2万人啊 没有预期的好 但关键在于 它把6月跟7月的数字 也下修 那就就来了哦 它一个下修到 应该是在8万 一个下修到9万 那对比它下修的数字之后 大家就在想 你这个月飞龙数位数字14万 会不会再下修 我们不知道它下修的逻辑原因是什么 但我一直跟大家讲 数据都是可以调整的嘛 那我们在想 既然都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 那美国总统到底要不要选举 执政党要不要拉抬股市 我怎么看都觉得怎么样嘛 那接下来 当美国正式的降息 不管降一码降两码 有降就有钱出来 有钱出来就要买股票 而且现在美国的一个资产 这么便宜 它不买美国 它也要买国外啊 对不对 更何况美国就是最强的市场 永远不要看空美股啦 尽管我最近看到很多的讯息 巴菲特在卖股票 持股历史的一个新低 现今是历史水位的新高 我也看到了 NVIDIA的创办人 黄仁勋先生一直在卖股票 但你发现他卖的那些金额 跟他股票的一个拉回数的一个比例来讲 对他财产的影响有差到那么多吗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他即便是卖 也是短线调节一些他持股 他可能要做其他报税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使用 但终究来讲 他一定把整个资产往上做大做强 才有办法获利啦 好不好 来 那台北股市的指数波动真的很大 但只要拉住台积电 指数就可以上扬 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是没有跌破上礼拜三的低点 期货跌破了 但现货没有 那这意义非常重大 控盘的有控住 材料营收有创新高吗 我说过 接下来9月10月11月 9月10月都还持续创高 明天要进行法说 我相信 市场应该会有比较正面的期待 带领今天下午要公布营收了 我们上礼拜五我先跟大家讲说 一会我们有布局嘛 那今天如果大家有听到我盘中联系 你大概也知道股价就往上走 北基这个比较特别 上礼拜五留了一个很长的上引线之后 今天居然是往下压回 但我去观察他的盘后的转账 居然持续在进行 他现在未平仓的位置 他转账的张数 应该大概19600张 我认为快要转完 最慢到明天大概就转完了 礼拜三法说 我认为应该要讲非常好 几乎没有办过法说的公司办法说 难道是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我不认为 华为三则机现在是市场最热门 八八峰老师都想去买一台 屏开 别撇除它是中国的手机 我只想要去找一个最先进的 一个创意的手机 来去做研究 轴承 富士达照例 华为的PCB供应链滑通 这个我认为大暴力的空间相对比较少 他们也是区间 滑通也是区间 但它价格最便宜 而且它还有CPU 我认为这边大家布局比较不容易受伤 好来 这个是 美国的就业数据 8月增加14点 要低于预估 所以 市场上 我记得那一天晚上 我一直在盯这个经济数据 美股的期货是先冲 冲高 纳斯达克先冲高 然后台子的期货上礼拜五 也是听到这个消息就先冲高 但大家只继续想一开盘 美股一开盘之后 美国股市跟台北股市的期货指数就开始大跌 关键是大家突然在思考这个事情 7月就业的一个增量从11.4万 大幅下修只剩8.9 6、7月增量下幅总共下修了8.6万 那这个就是问题啦 你为什么下修 那就表示你这个数字其实 会不会你现在公布的 未来也会下修 市场开始在担心这件事情 结果从股市里面 股票先跌 那跌完大家就很担心嘛 对不对 那当然就往下拉 但是啊 你来看 这是美国财政部长说 美国经济还是有软着陆啦 所以我认为他们有要把他玩死 你执政党怎么可能让 自己在选前股市大跌 而且纳斯达克跟飞办也修正的够够的 我认为都修正够够的 你也看到美超围有利空嘛 财报利空 你也听到了NVIDIA有什么 被那个法院传唤 可能有反垄断的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这些都已经最后的利空了 最后的利空了 那你的这个经济数据出来之后 这个礼拜还有CPI嘛 那CPI 我就看你还敢不敢再做假数字嘛 还不敢再做X的数字嘛 道琼现在来回来 其实你这看 它还是一个多头格局 期限都没有跌破 纳斯达克比较辛苦 这个跌破之后来到这里 但它今天已经有一个开低走高 在收缴的一个状态 已经有开低走高 大跌之后 小涨小跌之后又来一个跌破 那很可惜 没有办法再往上攻破 但是我认为它很快 如果在今天里面 下跌之后它能够收缴 我认为这也差不多了 我认为也差不多 因为台北股市是全球股市的领先 我认为今天台北股市现货没有跌破 再往下跌的空间都不大了 费半往下走 你看来到这里台北股市要到哪里 要到19700多点 19600点 你觉得会有机会吗 我认为不会有机会了 台北股市领先 全球股市 我有信心这样讲 外资前8月是贿入啦 它虽然创高 不过它在个股期做空很多 这是大家没看到的东西 我先提醒 但是我认为再怎么样做 最后它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一个月一个月要做回补 这边很多股票都因为相对低了 散热的股票 今天最弱的双红 旗红都在止跌上涨 大盘大跌它在上涨 所以已经脱离到了 北比过高的问题 现在就是谁愿意来支撑这个股价 那台股市引爆土洋筹码大战 这是土洋正在对作 没有问题 这样子说今天这个很重要 来 这个大量区 今天没有被跌破 但是没有量 没有量资金就在中小型股票 没有量 它现在只大盘只控盘而已 那今天盘中有个比较可惜的消息是 广达利多非常好 营收非常漂亮 但股价没有大涨 那这礼拜台积电也要公布营收了吧 对不对 我认为应该还是很好啦 我认为还是很好啦 可能稍稍比上个月差一点 但还是会维持年增非常高的一个幅度 那9月10月接下来就要去看苹果能不能有效追单 现在我们在看华为好像热热闹闹 那苹果会不会有效追单 这是第一 那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走势 第二 就是AI的订单是不是能够持续稳健的出货 因为过往台积电的营收到9月就是最高了啦 接下来10月11月12月就是开始 不管是你有税修也好 不管是你的一个订单已经开始比较 比较消弭也好 大概都消化完了 但因为去年开始有AI 今年还有AI 所以AI相关的题材还能够支撑一段 那控盘者就要用这个东西来控台积电嘛 好那今天最大的关键 这个大量区地点没被跌破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这一点只要没被跌破 那我认为明天有可能在今晚美国股市 如果能够有个强谈 开高就容易走高了 开高就容易走高 购买指数这个低点也没被跌破 也没被跌破 这边市场的信心 还有就是恐慌相对比较小 因为这段时间虽然融资有增加 但相对有限 相对有限 再来前一段时间在反弹过程 大家都没有参与到 所以你的浮动的筹码也比较少 好来 这台积电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 你指数 你涨一块指数就涨八点嘛 对不对 那你涨十块就是八十点啊 现在不止了 现在不止了 现在它的权重这么重 对不对 那今天这样跌 大概是 它如果跌十块 那就是一百点啊 跌二十块就是两百点嘛 对不对 它上礼拜四个percent 那你想四个percent对在台北股市来讲 四个percent它九百块的一个价格 四九三十六 那就很惨了 但其实来讲我觉得 指数的波动还是看台积电啊 但个股的一个表现上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今天算是很及格啦 互盘有成功 好不好 这个地点没有破 那我们再讲 营收有基本面的材料嘛 那明天它进行法说 冯博老师看到 看看这个时间非常适合 我明天下午会去看 会去听它的一个法说 那最重要的是 它营收确实好 从当时候跟大家讲八百一九 在基线上面 然后走一段 最高来到一千块嘛 对不对 走到一千块 那这两天 这两次从上礼拜三大跌 它其实是有收到平板上 那礼拜四在工高之后 没有再往工 它要拉回来休息 这两天在这里做整理 这两天在这里做整理 那明天要进行法说 我认为法说前应该会有人再拉一段 有人再拉一段 有人再拉一段 去压法说 另外的话 我们上礼拜也跟大家讲带领了 这个部分我今天盘整 我特别连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 这个就是我在讲 我也注意到周末时间 有一个消息是 巴菲特虽然卖了非常多股票 但是巴菲特在买口红股 那大家知道金发女孩的这个 这个效益嘛 就是当行情市场行情没有这么好的时候 那大家就缩减开支 但女生还是一样爱美 所以女生会继续去买什么 买化妆品买口红 让自己每天看得开心 这也没有用 当然有用啊 你每天把自己化得漂漂亮开开心心的 你看到都开心 自然而然你的 你的一个心情就会好很多 心情好 那日子就开心嘛 那未来就会越来越有希望 你用这个叫小确性 我们在台湾最喜欢讲小确性 对不对 那同样的女生会这么做 男生会干嘛 男生会干嘛 其实老实说 男生最会做的事情是 行情不好 严筹得多 所以材料失数会长 这个我会讲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解释 再来就是 大多数的男生都喜欢运动 王老师也喜欢运动 那会干嘛 你去看NBA 看MLB 或是看Football 美式足球 他们都会有个东西叫球员卡 那这个就是代理最主要的产品 球员卡 其实他的销售 因为他你初始的价格很便宜嘛 很便宜嘛 但是如果说你的球员是打出来了 MVP 得分王 助攻王 或者是他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攻击 那他的球员卡就会水涨船高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在 主要的投资市场赚到钱的时候 另一类的投资市场有没有空间 我觉得这会非常有空间 而且他还加入了宝可梦这一块 如果说金发女孩经济的情况下 女生是买口红 男生是买球员卡 那小朋友干嘛 小朋友永远都没有经济上的问题嘛 小朋友基本上就是我喜欢我就买嘛 爸妈给你支持我就买 他也有宝可梦的卡片 哇 Pokemo Park 哇这个东西真的 宝可梦真的非常流行 这全球都在流行 虽然日本人发明的东西 全球都在流行 包括冯老师的小朋友 自己都还在什么 都还在抓怪啊 抓宝物啊 抓这个神奇宝贝的宠物啊 那他实际上可以做一个经济体的时候 经济的一个商品就是在 宝可梦的卡片 这些卡片 美国市场占戴人的整体营收30% 因为北美订单强劲推升 他毛利率到40% 那这个关键最主要是因为他在美国 透过子宫直接销售 所以他少了通路商 所以毛利率上升 再加上订单很强劲 那订单强劲就表示 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吗 我刚才就在讲 男生会去崇拜这些球员吗 像MLB现在我想 全亚洲没有人不知道大股翔平吧 对不对 大股翔平嘛 双刀流 日本人 你如果买到他的一个球员卡 那都是水涨床高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在NBA 大家都知道LeBron James嘛 对不对 以前有Michael Jordan 现在有LeBron James 他们的球员卡 甚至于如果你有签名的话 那价格就非常非常高 所以大家就会大量去投资这些 其实金额不是特别高 但是未来显到空间大 好 那他现在在欧洲 也在波兰成立的子公司 所以他有欧洲市场的成长 有北美市场的成长 而且都是透过自己的经销商 那自己去销售 毛利率就更高 没有中间商剥削嘛 大家知道 通路其实会占你的 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成本里面 还非常高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有做过生意都知道啦 所以 以他现在所公告的 上半年赚1.62元 结果他公告了7月 7月的一个获利 居然单月有0.51元 来 大家先去想喔 他上半年赚1.62元 但是啊 他7月单月赚0.51元 那等于是说 三个月加起来 如果我都算你没有成长 三个月加起来 你就0.51乘以3嘛 就是1.53 那你等于一个月赚得 相当于上半年 那我再去看到他实际上 有在说明的部分 有去我们的一个 研究团队去研究啊 有去问了他们相关的一个数字 大概啊 有一些的一个订单是有延后出货啊 那8月份 有机会再创新高 那我想今天的股价也说明了一切 所以他下半年有可能赚超过3块 5以3块钱 接近3块5 那也就是说今年大概赚5块 那明年啊 因为欧洲厂的效益 他大概有6.5到7块 那本益比相对来讲就低 因为他在50多块嘛 还记得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 上礼拜三押回来的时候我们布局 隔天往上冲 我说往上冲 但涨天板守不住 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预防筹码落跑 我们先卖 卖完之后上礼拜五其实是压低 压低但我们先去做 我们再去做一个布局 那今天早上也被大盘影响整理 他最低只有55 他55是没有跌破这一天的低点哦 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往上做攻击 其实收在59.3 是收在相对高哦 收在相对高 那我相信今天公布营收 应该会有好消息 明天有机会再往上攻 那这就是短线上面 我们在做布局的这个操作 再来 3D能源申请登陆新贵 9月中上群就会登 那我想其实加的时间 有投资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说 风老师现在好多除能暗场 他们都测键了 现在都不做除能场 问我说这是利空消息吗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不叫利空消息 不叫利空消息 这个叫做他们先把这个动作先暂缓 避免自己投资上面的风险升高 因为政府法令还没有完备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政府现在正在 针对新能源的一个补助 有9000亿 今年啊 接下来有9000亿哦 9000亿 那我这9000亿大家波补在谁 风光除瘦 就是你有风电的 你有太阳光能的 你有除能的 你有受电的 那谁会最受惠 都已经告诉你了嘛 北部资料中心不可能来 就是北部大概没有太多机会 北部的能源商或者是相关的光能 风能除能就会比较少 主要会在南部 那南部 谁是除能第一名 3D能源是第一名 母公司是谁 是北极 那我现在不做有什么关系 延后做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现在不会提前需要 做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收成本 这反而是好事 等法令规定正确之后 明确之后 他再去继续投资 你觉得会不会马上过 还是会马上过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他基本面 第二季因为他有水绿川 跟拓针的这些的 银件的收入啊 北极嘛 加油站 然后3D地产 他也有银件 他也有太阳光伏 他也有除能 他还卖什么 还去卖电动巴士 还有充电桩 那他第二季的EPS 1.22创立指定 你看你觉得他是不是 他特别把账做这么漂亮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迎接接下来的大成长 大成长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提醒过北极巴的 这个CB的可转公司站 人家成交在这里有3,299张 130块以上 这种超额的买进一定有它的原因 虽然股价其实上 我们在跟大家讲说 这个拉回来在季仙附近整理 除息前有人去押保 配息当天其实一定有强烈的功高 很可惜他没有锁住涨停 那短线上有人担忧嘛 有人先跑 然后今天他其实是开个平盘之后往下走 我也觉得这个卖的有点玄机啦 但礼拜三他就要法说 我们礼拜三来看他好好 他到底要怎么做 好不好 我认为就一个长期长期的趋势来看 这也是歪一个坑 今天量也就是3000多张而已 明天只要直接开高往上走 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没有问题 我跟大家报告过 留上影线你就是要开高往上走 那你这边跳空 因为市场利空 跳空下跌震荡 那你只要在一个利多 跳空上涨攻击过去 我觉得不会太难 我觉得不会太难 那周末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手机 来 华为的三折机啊 现在去预估它的晶片效能 709000 有可能已经接近台积电3nm的一个工艺 5nm的工艺 我们不敢说3nm 接近台积电5nm的工艺 那我们就要去先去思考一件事情哦 中国大陆制造的芯片 晶片啊 他们叫芯片我们叫晶片嘛 能够接近台积电5nm的水准 再加上他们的系统是 是for他们自己所有在使用的硬体的软硬结合 所以它强度是非常强 我也看到它的一个预告 这是手机厉害在哪里 它折叠起来的时候 因为风老师其实今年有去过中国大陆 我有看过他们的Mate X5 那个是个折叠机 华为的X5 那个时候我去看到它的最顶规的报价 是16999块人民币 那折合台币啊 折合台币啊 17000块 将近要8万块的水准 75000左右 那时候它就75000左右 那听说这一次三折机 预料是9万台币左右 起跳啦 刚刚讲的是折叠机的入门机 那这一次是 顶规是75000 这一次的三折机 入门就要9万台币 但它的强项在于说 第一 我对比过 华为的折叠机跟三星的折叠机 它比三星强太多太多太多 重量轻 质感好 运作流畅 就这三点就非常强 那我看到那三折机 最新的一个预告的部分里面 折起来还是很轻 然后质感也很棒 那重点在哪里 它打开之后 它可以变两个屏幕 那就是变一个平板左右的一个大小 那就一个很大 那你如果要让它再大一点 变大平板 它也可以三折全开 它还可以把它一折立开来 当成是什么 前面两个萤幕当成是萤幕 另外一个萤幕当成是键盘 你直接变成NB了 所以一机有三用 连我都想买 我觉得这个热卖 现在目前为止 听说已经260万支 已经预购260万支 那相关的股票 这个是我们在去年就跟大家报告过的 富士达 我记得我在7 这个8月初是有跟大家在东盛联系 有报告过 这个时候是水冷接头嘛 对不对 散热的水冷接头题材 那这一波它就往上涨 今天快速攻高 当然是折叠机的一个热卖 再来就它水冷机 水冷散热的一个转接的这个头 又被市场上提及 两个消息力多才把它往上攻 但你有没有看到 只要在相对低你买 你不要相对高追 你就会有空间 那另外的话照例 这个是已经突破了季线 拉回来 它大概底部也已经完成了 这个应该也有空间去做一个反弹 我认为折叠机应该是 现在来看手机最大的创新了 不只是说它可以变两个萤幕 而是说它的应用可以增加 手机不只是过去你的手机 你的通讯 它是可以拿来做文书处理 它是可以来做更多的应用的 包括说它取代你的平板 有折叠也可以取代你的平板 那又可以打字 取代你的NB 那我觉得这一块可以特别留意 那当然它也有机会 那最价格比较平 我觉得是滑通 滑通题材比较多 第一个它有切入低轨带卫星 这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包括Spec Airs Cupire 还有OneWeb 都有它订单 然后它又是苹果的 PCB的供应链 苹果 苹果好 它也会好 那第三季呢 它也开始出 出到这个整个旺季嘛 整个旺季 但我说这个还不够 因为它接下来要出 华为的PCB 它也是华为的PCB厂 也是华为PCB厂 那这些的题材加上 中国高阶智慧手机的用版 这个就是所谓的华为啦 这就是所谓华为啦 那我觉得它有三个题材 一个是低轨道 然后一个就是手机 这里面还没有写到的是 它其实也切入到CPU 今天很多CPU股 CPU股都还是强势上涨 对不对 华星光是跌比较久 今天攻涨停 然后联雅今天是 嘎空走势啦 联雅今年应该还是亏损啦 那市场今天有传评评文章 是明年可以赚到7块钱 后年可以赚到13块 但我是说笑笑的啦 那市场传 充满愿意攻 那就恭喜啦 好不好 那万物皆可责概念之三 是华通 这里爆量之后拉回休息整理 在这里在基建附近做布局 我觉得这边不会吃亏啦 基建附近就不会吃亏 这个大量一定不会是高点嘛 这应该有机会再往上攻 它股性比较温吞 但你可以看到 包括说上礼拜三指数这样跌 它其实来到这个支撑就守住 今天也是开个小T 其实盘中也就翻红了 那营收我看出来 它的8月营收还是非常漂亮 9月有没有机会继续延续 我认为应该有 而且市场现在还没有把它归纳到 加入到了华为供应链 市场知道的相对比较少 低轨道卫星 当然大家都熟悉 苹果大概都熟悉 但大家不知道它有CPU 你买大家不知道 你就有机会赢 我觉得这档股票应该有机会去 重新站回季线去挑战前高 最起码这个缺口要补吧 最起码缺口要补 补完之后再来看投信的一个买盘 好不好 最新9月的好礼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丰老师的官方的帐号 小小鼠FSB688 那我们都会有新的一个 新好友见面里 9月投信做账 最有机会的一些个股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超胜的参考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预祝大家明天操作 顺利愉快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